我们看这题目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将八颗不同颜色的球 放入甲乙丙三个篮子里 甲篮子放三颗 乙篮子放三颗 丙篮子放两颗 共有几种方法 那么这里我们使用 先分堆再排列的方法来处理 首先呢 我们把八颗不同颜色的球 分成三个一堆 三个一堆 两个一堆 那么这分法有 这是C8取3 去乘以C5取3 去乘以C2取2 再乘以这两个3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2接分之1 那么分完之后呢 我们要放入甲乙丙三个篮子里 那么因为甲是三个 乙是三个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这两堆呢 要放到甲乙两篮里面 那么是可以排列的 所以这里呢要乘以2接 因此呢 这等于2接跟这个2接 我们把它约丢 那么C2取2是1 我们就不写了 那么C8取3 这是8乘以7乘以6 去除以3乘以2乘以1 那么乘以C5取3 那么就是C5取2 C5取2呢 是5乘以4 去除以2乘以1 那么这会等于 这里 我们6 跟这3乘以2 乘以1是6 我们把它约丢 那么8乘以7 这是56 那么乘以 这里呢 5乘以4 这是20 20除以2 这是10 因此呢 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560 这个答案 所以呢 我们第一小题 总共有560种方法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将3颗相同的白球 3颗相同的黄球 2颗相同的红球 放入8个不同篮子里 每个篮子恰方一球 共有几种方法 那么这里 我们视为是 将3颗相同的白球 3颗相同的黄球 2颗相同的红球 在这8个不同篮子前面 做直线排列 那么排列的方法 就是放入的方法 因此呢 我们来计算这排列数 那么3颗相同的白球 我们以3个W来表示 3颗相同的黄球 我们以3个Y来表示 两颗相同的红球 我们以2个R来表示 那么这时候再做直线排列 这排列数为 这是8阶除以3阶 乘以3阶 乘以2阶 那么这等于 8阶呢 是8乘以7 乘以6 乘以5 乘以4 乘以3 乘以2 乘以1 那么去除以 3阶 这是6 乘以3阶 这是6 乘以2阶 这是2 那么我们用约掉的方式 这里呢 6跟这个6 阶掉 那3乘以2是6 我们也跟这个6 阶掉 那么4 除以2 这是2 那么这等于 8乘以7 这是56 5乘以2 这是10 所以呢 乘起来 我们答案是 560 因此呢 这里总共是有 560种 方法 这个答案